母亲姐就要到了 要如何发挥创意 来表达对女性员工的感谢 同城镇长以及代表会主席 今天就特别变身为棕破腮 亲子下厨 要用美味的料理来犒赏他们 并且祝他们母亲姐快乐 镇长跟主席特别换上厨师服 要为大家展现厨艺 镇长是番茄炒蛋 而主席则是客家小炒 两人表示 平常都会料理 所以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 马上变身为棕破腮 阿顺腮 阿顺腮 当地来酒菜 耶 以前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 他都一种的创新 今天我来对这插菜 其实说 插菜我是蛮有研究的 最后 我再来插起来 我还要让你们看 摄箱会祭钱 母亲这种角色 我们说是没有报酬 而且所有做的工作这么多 不能怠慢 也不能说 让家人不能放心 所以你们非常辛苦 所以今天你这个母亲的前世 我这个阿顺腮 阿顺腮 跟我们主席 共同来插一个菜 来给你们这个 对 所以这也很顺利 来吃一个我的手 给大家做一个威乐 公所表示 身为职业妇女非常辛苦 白天工作 晚上又要兼顾家庭 所以才会在母亲节前夕 透过活动 向伟大的女性 表达感谢 而这些妈妈看到 镇长主席的下厨料理 更是感动 今天镇长下厨 然后很感动 可以吃到一个大男人煮的东西 非常的棒 我们主席跟我们顶顶有两个 祝福我们吃 我们很温馨 很感谢他们 我们将来 男人今晚晚吃 这是第一次 感觉很好 很棒 最后线上一束康乃鑫 祝福所有妈妈 母亲节快乐 祝所有妈妈 母亲节快乐 耶 宜蘭胜记者张丽林 采访报道